早晨,各位 今天是8月30日,星期四的早上 隔夜美股都可以上升 人民幣方面,離岸價在6.82至6.83左右 徘徊輕微,較早前回落一點 所以對股市有多少震盪的壓力 目前恆生指數暫時高開低走 都是要稍微跌一些 但預期都是在50天線 大概28,300附近徘徊 後市繼續看業績股份 融創出業績,早前有盈起 看看可不可以帶動股價繼續上漁